相当受欢迎的双溪双铁低碳油活动就要在24号 也就是周六当天进行活动揭幕式了 在揭幕式现场有采接活动还有贵竹笋DIY体验 今年的活动还加入了怀旧复古铜腕元素 为活动挣迁了更多的乐趣 以下报道带您来了解 双溪双铁低碳油包括低碳教育、低碳行为、碳汇卷 绿色交通、垃圾减量、绿色消费及低碳商店 今年更加入怀旧复古铜腕元素 为活动添增新色彩 我们这次一年一度的双溪低碳旅游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双溪农村乐怀旧铜腕村 在这次的低碳旅游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在50年代、60年代 大家那个时候用就地取材 然后是自己自行制作的铜腕 没有花钱的 让大家重温在那个时候的各种铜腕 比如水枪、竹蜻蜓、手边的竹笛 活动主轴以骑乘自行车、电动车或搭乘中型巴士 穿梭花田与乡野田园 透过导览的方式观赏及深入了解 双溪地区的历史人文特色 与双溪环状自行车道周遭自然景观 深获广大群众的热烈回响 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六个主题 这六个主题我们按照传统的节气 从小满、芒种、夏至、大鼠到白鹿 针对各个节气我们设计不同的主题活动 今年双溪低碳旅游将扩大农村体验课程 并以怀旧童腕村作为形象包装 60年代前后伴随着台湾茵娜 成长的是取自大自然或废物再利用的自制童腕 560年代的双溪经济繁荣 双溪孩子有许多种童腕 现在将和大家一起回到过去 一同玩竹枪、报纸风筝、竹水枪 找回儿时的回忆与欢乐 这成为双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